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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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透過我們的現場直播台來收看 統一西班人師隊的主場賽事 今天9月14號禮拜六 待會兒的傍晚5點05分 要在台南勢力棒球場進行的是 台港雄音跟統一師隊呢 在這次三連陣的第二場比賽 現在還要提防的是 右外野方向我們先看場上 這個球打在中間方向 最後是遭到了全接線接殺 對 因為台港隊的前四棒都是左打 先來看一下這個球 二雷手來接住之後傳一雷 自殺了打擊的王伯璇 雨大概下到過中午就停了 有事變化球揮空 王伯璇遭到了三陣 也結束了一局上半台港隊的進攻 汗是灑滿堅定的步伐 我們一起走或否也不見 那一張風原來都一切 我們是最強的隊伍 Never give up 不放棄 我們是不對的忠實 勝利的世界 勝利的世界 燃燒在先前 每個瞬間 這另一副才是熄滅 當黑夜來臨 我們燃起光浪 我們是最強的 所以今天在球衣還有頭盔的部分 都跟過去不太一樣 周志成這一棒打在右邊方向 右外一手追過來 那面對坐偷打得比 面對右手更好 對 一雷手來接住之後 拋給補位的投手 自殺的打擊的陳傑仙兩出局 跟勝吉士的內角球不太一樣 喔 這一棒被魔鷹扛起來 對 但距離是不夠的 一出局 這中間就差距非常的巨大 沒錯 帶起來 這個飛球 三位野手都過去 但是都沒有機會處理 這一球的弱點就剛好在三個野手的中間喔 嗯 可是外角訴求完全是打在棒子頭上 我們看到竟然打到差點要摔球棒喔 許哲彥跑了很長一段距離 基本上這一球 三個野手都沒有什麼機會可以處理 幾位野手來到台岡隊之後 他們的個人數據都是創下新紀錄 不錯 這一棒打在中間方向 又落地了 又是一次安打 對決球要拿出來了 回鋒到頭 這顆卡特球其實投得比較高一點喔 但是成分領事並沒有把握住 昨天的比賽有過一次安打 最近連續兩場比賽急出安打 打第一個球 這一個球 在 右邊方向啊 看到的是林安可 這個球打在游擊區 游擊手接球之後傳一壘 自殺了打擊的球機 一出球 最後還是用高角度的訴求三陣掉了林安可 是 兩出球 拿回來三壘手 哇 這個球 攔截住之後 對角線的傳球 刺殺了打擊的胡金龍啊 一出球 那今年賽季崇英傑其實面對的王打得不錯 哇 這又是一個中間方向的飛球 陳潔線就定位 穩定球 二壘手 接球之後傳一壘 右邊方向這個飛球要看落點 哇 剛好 打在手套上的樣子 這一球 縮著手喔 還是切到棒頭而已 今天羅昂被打得三次安打 基本上類型都差不多 剛好是打在手套的邊緣了 羅昂其實還有一顆指插球 哇 這一球被咬中了 被逮中了 所以外野手根本已經放棄了 這是摩英 今年賽季第27號的全壘打 是一支兩分打點的全壘打 今年的打點數也來到了87分 現在領先的林安可 四分打點 為什麼一直要投訴求呢 哇 而且這個進了一點 是摩英喜歡的位置 對 就在腰帶下面一點點而已喔 最好攻擊的一顆訴求 杜家明這一棒 把球帶到了左邊方向 也還蠻深遠的 但最後是遭到的接殺 結束了這個半局 這個球打在中間方向 哇 找手套 對 十二個打數只有兩支的安打 選到了四壞保送 這場比賽同一支隊的第一位上壘者 是 三次的守備失誤而已 但這個球 並沒有打到啊 這一球突然來一個好球帶上遠的訴求 是讓許哲英有一點感不起喔 嗯 僅次於王柏榮的五十七次 這個球打在中間方上 抓來手去追這個球 哇 最後這個球被陳文傑追到 陳文傑這兩天在台南球場 沒收了很多場打 心情上總是會 對前方投手來講 會比較壓力沉重一點喔 沒錯 這球插到球一喔 哇 這個球進到了好球帶當中啊 陳飛霖再度遭到了三振啊 看起來這一顆只插球喔 是從高的地方掉到了這個 剛好肩膀再下緣一點點 欸 因為你已經選擇了 那我 我搞不好 你替我選了 是 你替我選了之後我搞不好的 結果更好喔 對 好 我們下半局再來聊啦 這個半局 羅王雖然有速身球 但是投出了三次的三振啊 並沒有失掉分數了 有像2020年的 哇 先看這一球 左邊方向的安打 陳傑現今年賽季的第18 28隻的安打 你看這個中間偏內角一點點喔 還是用他的打擊技巧送到左外野 那真的是很會打左頭 嗯 來看一下溝通之後的這個球 潘傑凱打成一個右邊方向的飛球 二壘手向後退 在草皮接殺了潘傑凱 哇 這個球基哥並沒有掌握好 又是一個二壘手 欸 誰來處理結果都沒有接到 都沒有接到 哇 這個球不知道溝通上是不是稍微有問題喔 因為陳飛霖退得很快的情況之下 他到最後是滿早就轉身 背對這一顆球喔 這個球右邊方向打了強勁 穿越出去是一支安打 現在二壘跑走 如果三壘之後要回本壘得分 這支適時的安打攻下了第一分啊 同一支隊第一分 這盒訴求投在中間偏低一點喔 直接被林安可給打穿喔 嗯 而且連一壘的跑者都可以上到三壘喔 所以剛剛 台鋼這個 守備的瑕疵 現在就付出代價 哇 揮棒落空喔 一點是要跑者走喔 但是台鋼隊這邊怕雙道壘喔 這時候有一點投鼠忌氣喔 對 是一個正常守備的話 林安可是 有機會會在二壘出局喔 不過因為三壘有跑者的情況之下 這一球怕三壘跑者推進喔 胡敬龍的球速兩好三壞 偏低 形成了四壞保送 哇 這個半局同是對 現在有著非常好對平比數的機會 是 這回到訴求嗎 這一個訴求被陳同廷逮中 在左邊方向 這個翻牆落地 落地 壽星的威力 現在統一師隊 要超前了嗎 二壘的跑者現在回到本壘 在本壘這邊 Safe Safe 哇 剛剛這個轉傳喔 鈍了一拍喔 所以讓統一師隊 多得了一分喔 嗯 其實二壘跑者 繞過三壘的時候 也稍微鈍了一下 是 那最後還是快了一步回到本壘喔 現在台灣隊交易團在討論說要不要挑戰 這個球送到了右邊方向 來看一下這個距離應該是足以形成高分先打 對 中外手接上了這個球之後三壘上的跑者回來 在三壘這一邊 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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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兩出局之後 跑者在二壘跟在三壘其實沒有差那麼多喔 對 我這一球是投到讓林丹滿好攻擊的一個位置喔 那陳文傑這一球 這一個轉傳就沒有問題喔 那唯一的問題是陳文傑傳了一個彈跳 沒有辦法在投更多保送的情況之下 只能往好球在中間塞喔 哇 又是一個好球在中間 三壘上的這一分要回來 許哲葉也參加了這個打 這個半局的打擊派對喔 這時候一壘跑者還啟動 但這個飛球 來觀察羅昂這個半局的投球狀況 游擊區的滾地球 哇 這個球許哲葉接的精彩傳的精準 游擊方區喔 這一球 側身 接到球之後 哇 自己做了一個大轉身喔 那傳球的準度也夠 嗯 王伯璇昨天打兩次安打 但是今天兩次面對羅昂都是打成的 右邊方向的滾地球被刺殺 這回打成的中間方向的飛球 遭到了接殺兩出局 因為那時候如果第七局 剩一四沒有辦法 先來看一下 這個飛球在中間方向 最後是遭到了接殺 結束了這個半局喔 羅昂在五局上半的投球 投出了三上三下 現階段他在這場比賽的勝投後選人 壞球 四壞寶獸 台上隊在五局的下半 換上來的第二任投手呢 是球會備號十一號的陳鎮毅 今年的七場出賽 投了五局 這個球打在中間方向呢 遭到了接傷 就說你可能挨打沒有關係喔 但是 你速球 跑球必須先走喔 壹壘跑者手 哇 前球看起來是抓到了 看一下這個變化球喔 其實 哇 吳明洪的傳球速度跟準度 今天都是非常理想喔 穩定一球 三壘手接球 對角線的傳球 哇 這一球還是被魔影給撈中喔 而且還蠻深遠的喔 是 最後是遭到了接殺 所留下的總和喔 對 揮棒落空 這顆內角速球 就走得非常有威力喔 讓杜佳明完全是 趕不上球的速度 是 絕對合理的一個調度 揮棒落空 氣勢然 遭到了三陣 也結束了這個半局喔 羅昂再度投出了 三上三下 包括了兩次的分陣 目前在打點數呢 魔影87比84 領先了林安可三分 還是沒有投進去喔 整個球 右邊方向是一次安打 一壘上二 林安可現在上二壘喔 這球投在外角喔 胡錦龍 還是靠著自己的打擊技巧 打穿一二壘之間的防線喔 其實這兩天 胡錦龍看起來個人的攻擊狀況 是蠻理想的 嗯 我提時間 林安可還要先閃這顆球喔 平常要是多練一點跳舞還是有好處的 對對對 穩定球 游擊手接球先傳二壘要再往一壘走 這球傳偏了 嗯 不然應該是有機會抓到一次雙殺 你看游擊手接傳到目前沒有問題喔 不過林嘉鴻這個轉傳完全偏調 嗯 所以台鋼隊的二壘是做雙殺的附陣 這個球被帶起來在左邊方向 進手套 但三壘跑者要拚短壘 經過轉傳 就來不及了 是 林丹又是一支高飛西安打 他連續兩個打擊都打出了高飛西安打 這顆變化球 剛好被林丹給掌握到 那不過如果剛剛雙殺完成的話 這一分就不會掉了 所以說 中間方向的飛球 進到了陳文傑的手套當中 遭到的接殺 結束了這個半局 獅隊在六局下半再添一分 現在是取得了6比2領先 那在七局上半 同志隊換投手 先發投手羅昂退場 那能夠利用的大概就是他的控球 這個球 我們以後揮棒落空 遭到了三振 他這顆速球 進壘的時候 還有一點往內的位移效果 對 五月十一號 最近十一場的出賽 十七個打數沒有擠出安打 有沒有機會終止十七之零的低潮呢 沒錯 這是一隻好久不見的安打 是 滾地球 同一次隊要的滾地球出現了 但伊蕾這邊是safe 是 比較 還是靠著自己的速度 避免了這次的雙殺 不過這時候 比總要挑戰 即使是同時的話 應該也不能夠拿來當作推翻原判決的依據 就是沒有改判的依據 我們再看更慢的 這時候看起來 手套比較確實接捕到球的時候 腳是在擂包上 好 並沒有花太久的時間 所以還是維持原判 右邊方上的滾地球 二雷手陳仲廷 接頭傳一壘刺殺了打擊的 陳文傑之後 也結束了這個半局 在今年賽季陳文浩過去三三場 可能出賽 二十九二三分之一局的投球 四塊球保重稍微多了一點 是 但是這個打擊倒是三球三陣 對 所以說 搶到好球數喔 真的非常重要喔 嗯 在兩好球領先的情況之下 這一顆變速球 就去掉中小黑出棒喔 對 排在他前面的是王伯榮的五十七 還有邱志誠的五十五 這個球打成一個左邊方向 仰角很高的高飛球喔 對 哇 所以打一顆變化球喔 所以打一顆變化球喔 普手 剪球傳一壘 完成了這個三陣 也結束了這個半局 在台灣職棒生存 需要什麼條件 是 也讓他下去二軍做了調整之後 現在就是要觀察 能不能夠 把這些東西拿出來喔 對 這一個滾地球 穿越出去試一次安打 變化球讓王伯榮揮棒落空 遭到了三陣 球數領先的情況之下 高野的這一顆變化球 就投得非常有吸引力喔 哇 一顆大曲球 從打者的肩膀的地方 掉到快要遞上了 哇 又撈起來 這個飛球 進到了林安可的手銅當中 是 他最喜歡攻擊的位置 大概就是在腰帶下面 到膝蓋中間這個位置 反對右方的借外球 接到 那昨天先拿下 系列賽的第一站 應該是比較篤定一些喔 那在這個半局 凱剛隊是換上 烏國威來接替投球 那這個半局 同時對是要從 第四棒的 雞哥成功機開始打 打第一個球喔 這個球來看一下 落點非常巧妙 是一支安打 今天成功機的第二支安打 那今天摩英又打了一支全雷打 所以目前在排行榜上 摩英領先了 第二名的極級老狗 冠有四支的優勢喔 這一棒撈起來 在中間方向 陳文潔追追追追追追追 追不到了 林安可紅不讓 今年賽季的第十九號 也是一支兩分打點的全雷打 所以在打點的部分喔 現在林安可又追上來了 哇 同時對 非常需要林安可 找回自己的長打本色喔 其實昨天也有看到林安可 去挑戰中外野的全雷打強 但是距離剛好差一點喔 今天沒有這個 天氣因素干擾之後 就飛出去了 來看一下今天 賽前跟比賽中 兩位七十七號都要跳舞 好啦 給過啦 滿有誠意的 差一分而已 這個變化球 陳文潔揮棒落空 補手撿球 傳一雷 完成了這個三陣 一出球 反方向的穩定球 三雷手並沒有辦法 確實的接骨 是 蘇智傑現在要往二雷 啊 跟彩派有撞到啊 不過還是順利的上到二雷喔 對 不過你漏到後面去 就會多損失一個雷包 打得不強勁的情況下 杜嘉明守得比較深喔 那最後一個彈跳是 跟他自己的預期是有一點差距喔 蘇智傑繞過一雷的時候 哇 是發生一個撞車喔 還好蘇智傑還是能夠順利上到二壘喔 對 哇 會打到打者 吃頭的變化球 是 但是說真的 你說 有很明顯的這個球的位置改變 好像也沒有啦 可能要從側面的鏡頭看會比較清楚 因為你 正面的角度你很難去看到 球跟球棒的相對位置 對 這一個變化球 打者覺得是有插棒 是 而且有落地喔 所以現在 同事對這邊是要 挑戰 但是說真的你說 有很明顯的這個球的 位置改變 好像也沒有啦 可能要從側面的鏡頭看會比較清楚 因為你 正面的角度你很難去看到 球跟球棒的相對位置 對 挑戰的結果 還是維持原判啊 接下來是不是 謝寶錡這邊有可能把他的武器球拿出來啊 對 但這一棒被 逮中了 騎車一隻安打 二壘上來跑久 繞過三壘之後 要回本壘 小黑在這場比賽的第五個打擊 集出了他在這場比賽的第一次安打 是 那這一分再進來 對 這一顆是他的這個指差變數喔 而且 小黑一定有意識到說 基本上 投手的對決球要來 所以這一球也是 把目光完全擺在好球袋的下緣喔 對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田底選到了四壞球保送 哇 這球拉掉了 變化球進到了好球袋 最終是投出了三陣爾 讓同事隊留下了蠻來的慘來 不過在這個半局 同事隊是抱著林安可的拳雷打 拉開了雙方之間的差距比數來到九局 而在這場比賽的九局上半 要看到的是同事隊換上黃俊彥 上來接替投球 在9月10號的比賽 當時面對副幫隊 投一局 先來看一下 這個球 游擊手向後退 接殺 昨天的比賽 他有一支三壘安打 他有三分打點 這回則是 三壘方向的滾地球 陳正平接球 傳球沒有問題 刺殺了張兆遠 一支三壘 左邊方向的飛球 這個飛球最後要上去 接到了 接到了 這是一個精彩的手臂 每季也結束了今天晚上這一場精彩的比賽 紅石隊 最後是以9比2打敗了台鋼隊 在這個系列賽當中收下了二連勝 哇 這個飛球接到蘇智傑非常的開心 是 可能比羅大哥 拿到滲頭的羅大哥還開心 沒錯 那羅大哥今天不用問天 羅大哥這場比賽 他是拿到了滲頭 幾乎已經是 極限的一個位置了 哇 蘇智傑夠高 彈性也夠好啊 對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他跳起來的時候 最後手套打到的位置 已經是在這個 拳天塔牆上緣那個黃線 對 那如果沒有接到的話 有可能是一支長檔 對 那接到的話 就是明天見啊 對 應該 就算沒有接到應該是不會出去啦 但是應該是會打在牆上 對 那也希望這個美技守備 可以幫蘇智傑找回一些比賽的感覺 對 希望能夠帶動他的大吉 對 好 經過挑戰還是維持原判啊 那也結束了今天晚上的這場比賽 同樣是對9比2贏球 羅王拿下了今年賽季的第六勝 而注意這場比賽 承擔敗頭的是 台剛隊的先發投手陳柏青 哇 這是他今年賽季的第十敗 是 那這場比賽的勝利打點是 今天過生日的壽星陳崇婷 今年29歲生日陳崇婷 四局下半的那支二雷安打得兩分的打點 那來看一下陳崇婷是不是有機會在賽後 今天過生日吧 有沒有機會在賽後拿MVP來跳舞給大家看 對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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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